嗨,欢迎来到大波奇,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,请单击subscribe订阅吧,并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,最后,请给一个like,谢谢,您的支持是大波奇的动力源泉。 郭比婷和向左的求婚刚刚结束,向左就狠郭比婷进行了提前的蜜月旅行,和其他的明星夫妻旅行不一样,这次两人的旅行感觉十分的接地气,并没有那么多的摆拍,更多的是两位小夫妻所见的风土人情,算是最有意义的一次旅行了。 而近日结束了,自己的旅行之后的郭比婷出现在某活动现场,这次在现场出现的郭比婷感觉是有点小变化的,从前的郭比婷仅仅是温柔的美丽,但是这次在活动现场的郭比婷感觉抒情高雅了很多,在活动现场的郭比婷还是一头黑色的长指法,这也是郭比婷的标配。 对,在妆容方面感觉郭比婷变得大气了很多,颇有一点皇后的姿态,在单品配饰方面,郭比婷则是夸张,但是对于郭比婷来说,也是能和呜的。 这次在活动现场的郭比婷感觉还是有些许的憔悴的,感觉脸上的眼带有点明显,可能也是还在到时差这一方面,也可能是路途上的劳赖,确实是还没有反应过来。 在当天活动的服装发面郭比婷比较倾向的,见得成熟的装扮。 所以郭比婷身穿着长款的暗色西装外套,本身西装就是增加一个人成熟的标配。 对于郭比婷来说也是如此的,搭配着西装外套的成熟和中性,郭比婷内搭着白色的樱花皮去,算是比较随性简达的装扮,加上郭比婷的天生励志的脸蛋,自然就是加分的存在。 不过郭比婷的下身搭配算是体现出郭比婷的女神一面了。 郭比婷下身搭配着一条流苏的灰色紧身长裙,加上一双落色的高跟鞋,整体造型很是知性,也越来越有人气的魅力了。 虽然这次郭比婷的造型显露出自己的大长腿,但是能明显地看到郭比婷腿上有很多淤青,应该是在旅途中的温愁,定要和小摩擦才有的伤痕。 看来这蜜月并不是很轻松。